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玩家们要体验服更新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界面上面有个阵营 英雄阵营里面的那个界面变得更好看点 就更立体感 我们看到这种立体感更强 然后我们随便给一个 黄木兰 它那个人物关系都会出现 这就是新版的这个人物关系 看起来确实挺好看 我们可以看比如说这个蝉蛾 这边还有 还有分12345678910 10个阵营 长城 季夏学院 然后长安 长安现在才5个人 然后海都家族 然后这叫什么 霸山 蓝旗 蓝旗就一个 蓝旗就一个 蓝旗是黄昭君和陈吉思汗是吧 两个没什么关系的 然后玄雲 玄雲是吧 南方 南方是什么 然后什么导旋天啊 日落圣殿啊 这两个既然是日落圣殿啊 安齐拉既然是统帅啊 这个亚瑟是他的部下 这两个都是CP嘛 他这个我们看啊 这个镜头可以这样的摇放啊 这个立体感就非常好看啊 还可以从这个 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长城啊 长城 他这个长城守卫星有一个合照啊 我们看到这个合照的 有云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 对吧 他这个就是那个 每个英雄的详细信息都会记载在这里 顿山的身高283啊 加罗172 理性比加罗高 书裂就像2米8 这都是那个长城守卫星 不过其他的就没有啊 其他的有啊 像这个季下还有啊 季下的阵容也是挺好看啊 稀释1米63 鲁班大师他的头像没了啊 还有长安 长安暂时没有 其他的就这两个阵营有啊 其他都没有 画面感到挺不错 而且还可以移动的啊 就是为了以后增加吧 增加的啊 加决这个这个如何呢 大家评论留言啊 这个新版的啊 基本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啊 这样的话做一些 做成一些什么壁子啊 对啊 也是挺好看的哈